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湘西秘境》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地理中国 我是老陈 在我国西南武陵山脉的密林深处 生活着一个神秘的民族 他们中的一些人 不仅可以玩毒蛇于鼓掌之间 让蛇俯首听命 而且还可以识鼓解毒 其中这个鼓 就是很多的武侠小说里 提到的那个鼓术 到底什么是鼓术 咱们暂且不说 咱们先来分析分析这个鼓字 您来看上面一个虫字的 这是简体的鼓字 而上面有三个虫字的 这是繁体的鼓字 不管是简体还是繁体 鼓字的下面都是一个敏字 气敏的敏 从字面上我们理解 鼓就是气敏当中放了虫字 您再来看看这个字 这是甲骨文当中的鼓字 画的是什么呢 是在气敏当中养了两条虫 这说明养虫治骨 至少有三千年的历史了 另外在一些古籍当中 也有关于骨的描述 治骨的方法 就是把一些剧毒的生物 比如说蛇呀 蝎子呀 蜈蚣啊 蜥蜴等等 放入一个气敏当中 让它们在里面互相的咬杀 最终剩下的那个最毒的毒虫 就被称作骨 再设法把这种毒虫 放入对方的身体 从而达到控制 或者是谋害对方的目的 这就叫下骨 当然了 这些都是传说 至今没有一个科学的解释 可是在武陵山区里 一个叫罗加陀的苗寨里 人们对骨术的存在 仍然是深信不疑 因为它们曾使用过 来自动物中的毒液 那么它们提取毒液的方法 会不会就是令人 闻之色变的古毒之术呢 在湖北 湖南 重庆 贵州 四省市边陲 横跟着一座 呈东北 西南走向 绵延约420千米的 古陵山脉 它是乌江 原江 泥水的分水岭 也是我国地形的三大阶梯中 第二阶梯 向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带 横水苗族 土家族自治县 位于乌江下游 距离重庆市210千米 生活着苗族 土家族 动物族 等多个少数民族 环说中的神秘苗寨 罗加陀 就位于这里的武陵山脉之中 罗加陀全村100多户 都是苗族人 罗加陀苗族人 使用源自动物体内 毒液的说法 引起专家的极大兴趣 为此 他们决定前往罗加陀 一探究竟 地理中国设置组 应同前往 一进入村寨 就听到了高亢的歌声 天上摇摇摇 就摇摇摇摇摇 听着动人的苗族民歌 看着井然有序的村寨环境 摄摇摇摇顿时心生疑问 如此平静祥和的罗加陀村 真的存在提取动物体内 毒液之树吗 这是否是传说中的古树呢 通过走访 摄摇摇摇了解到 罗加陀苗族的先人 确实曾将提取到的动物体内的毒液 涂抹在弓弩上发射毒箭 至于提取的时候 是不是使用了古树 他们也不知道 不过 对于古树 他们确实有所耳闻 但这些方法早已失传多年 随着时间的推移 社会的进步 也不再有人用毒液涂抹箭头 来捕杀猎物 但是射弩的技能 却被当地人一直保留了下来 在村民带领下 摄摇祖来到一处庭院 只见一位穿蓝色苗族服饰的年轻人 正在为游客表演摄奴 向导说 他是村里摄父最高的神奴手 彭应平 知道我们来以后 彭应平告诉摄摇祖 在他很小的时候 确实看到过 他爷爷从动物身上提取毒液 这些毒液原本就是从 有毒动物的体内分泌而出 提取的时候 必须是活体 稍不留神 就有可能被有毒的动物所咬伤 在我国东南沿海的一些省份 也有毒蛇出没 甚至有的村庄 全村人以养蛇为生 一些养殖户熟练地练就了一套 从饲养的毒蛇的体内 提取毒液的本领 他们在采集蛇毒的时候 有很多的方法 比如说这种 将蛇自然放置在工作台上 一只手提住蛇颈 一只手将玻璃器皿或者磁碟 放到这个蛇的嘴里 蛇咬住之后 就会有毒液流出 到这个毒液停止流出的时候 取出器皿 这叫咬敏采毒法 除此之外 还有咬膜采毒法和积压采毒法等等 彭英平告诉摄制组 他们村曾经流传的采毒法 与我国东南沿海一带 盛行的采毒方法非常类似 压根就不是什么 传的神乎其神的古术 看来啊 这古术制毒也就无从考证了 这古毒究竟科学不科学 咱们暂且不说 咱们得啊 说说在考察的过程当中 摄制组发现的另外一个问题 这就是罗加陀 他地处武林山脉的腹地 几百年前啊 这里是豺狼虎豹四处出没 你看这个 自然环境恶劣 并不是安居乐业的最佳所在 可是他们的祖先 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建造家园呢 村寨里的老人告诉摄制组 现今生活在罗加陀的这只苗族 当时居住在江西一带 他们以骁勇善战文明 大约三百年前 这只苗族在与其他部族的战争中落败 为了保存实力 他们的先祖从江西一路迁徙 原本是想新行进入四川盆地 但是在到达武林山区腹地的罗加陀之后 族里的巫师得到上天的指引 最终在恶劣的环境中停下了脚步 才有了现在的罗加陀苗寨 受到上天的指引 最终在地势险恶的武林山脉腹地定居下来 并发展成了现在的苗寨 这种说法听起来真是有点不可思议 事实究竟是怎样 现在确实也是无从考证了 不过在武林山脉中 类似罗加陀这样的苗寨还有很多 比如说在罗加陀东南武林山脉的 德康峡谷当中 就有一座美丽的德康苗寨 据说德康苗寨的建战选址 同样是族里的巫师们得到了上天的指引 这又是怎么回事 德康峡谷地处云贵高原 与武林山脉相交的武林大峡谷中段 距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 吉首市约18千米 峡谷底部隐藏着一个美丽的村庄 德康苗寨 为解开德康苗寨的建战选址之谜 摄置祖从吉首市出发 行驶一段路程后 摄置祖来到一个山顶处 向导说摄置祖所在的位置叫问天台 传说当年苗族先人走到问天台 前方已无路可走 吴师在问天台与苍天对话后 便向谷中一指告诉族人 那里就是上天赐予他们的家园 于是苗族人就在德康峡谷中建造了苗寨 对此摄置祖感到有些疑惑 苗族先民为什么偏偏要在这 地势险峻的大山深处建造家园呢 苗族里的巫师又是怎样一种身份呢 苗族人对巫师的崇拜 这还得从苗族的历史说起 在我国古代很多情况下都是巫医不分的 由于大多数巫师都能治兵救人 所以人们认为巫医具有常人所不及的能力 对他们都非常的信任 同时巫师中还有不少人掌握了一些 普通人无法做到的绝技 你比如说上刀山下火海等等 他们希望借此让族人看到自己神奇的力量 相信他们可以带领着大家战胜生活中的种种艰难 顽强地生存下去 不过说来也怪 武陵山很多地方 比如说这个德行峡谷 原本自然环境十分恶劣 洪涝灾害频发 它并不适合人类居住 可是苗族人还是在这里定居了下来 而且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因为洪涝灾害 房屋倒塌呀 或者房屋被毁 人畜伤亡等等的事件 难道他们真有不为外人所知的生存之道吗 屋于武陵大峡谷中段的德行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四季分明 每年的五到十月份这里降水充沛 受绝壁地形的影响 在降雨集中的季节 这一旦极易发生洪涝灾害 专家告诉设置组 德行苗寨能够免遭洪涝威胁 得益于他们这里独特的房屋建筑 这就是极富地方特色的吊脚楼 吊脚楼又叫做吊楼 这是苗族 土家族 壮族 布衣族等少数民族的传统民居 关于吊脚楼的由来 这里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相传 土家人的祖先是因为家乡遭遇了水灾 才迁到湘西来的 不过迁过来之后 他们发现这里古墓参天 荆棘丛生 豺狼恐怖随处可见 土家人搭起的简易木棚常常遭受猛兽的袭击 为了安全起见 人们就烧起那束刀子火 里面埋上竹子的结界 这些东西在燃烧的时候 就会发出如暴烛般的噼噼啪啪的响声 火光和暴烛声就吓走了前来袭击的野兽 这种方法虽然能够驱赶大的猛兽 但是对无处不在的像毒蛇呀 蜈蚣等等这样的毒虫 却是无能为力 后来有一位土家老人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就让这小伙子们呢 利用现成的这些大树做架子 捆上木材 然后呢再铺上野竹啊 树条 在顶上呢搭架子 盖上顶棚 修起了大大小小的空中住房 吃饭睡觉都在上面 从此再也不怕毒蛇猛兽的袭击了 这种建造空中住房的办法 传到了更多人的耳中 他们便按照这个方法 打建起了更多的空中住房 后来人们发现呢 这种空中住房好处实在是太多了 于是呢 人们就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地改进改良 最后就演变成了现在的这个吊脚楼 原本是为了躲避猛兽袭击和毒蛇毒虫威胁的吊脚楼 如今成为了西南山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 它的防洪的功能又该从何说起呢 吊脚楼是我国西南地区常见的甘蓝式建筑 由于居住于此的少数民族 生活的地域山多田少 坡多坝少 气候多雨潮湿 吊脚楼就在山坡与坡地上依山旧式而建 并以吊脚楼的高低来适应地形变化 设置组发现这里的吊脚楼一般分为三层 一层主要用来饲养牲畜 二层工人居住 而三层则用来存放玉米 辣椒等食物 这里的吊脚楼全部由木头支撑且离地而居 当地老乡说 这并不是仅仅处于美观 它还有着特殊的功能 我们这些来讲的就是谈洪水 原来当地人利用粗壮的树干支撑房屋 到洪水来临时部分洪流可以由底层通过 这样就大大减少了洪水对房屋的冲击 因此这些有着空中住房之称的吊脚楼 在防洪泄洪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看来吊脚楼的好处确实有很多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鸣枪一朵 暗箭难防 那些猛兽毒蛇 虽然凶猛危险 但是毕竟人们都可以看得见摸得着 所以总有办法来对付他们 可是这里还存在着一种 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威胁 成为苗族人生存安全的杀手 这就是大量存在于潮湿空气当中 不易被人们察觉的细菌和病毒 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如果不加以防范 便会受到这些细菌病毒的危害 因此苗族人便又想出了应对的办法 在苗寨 每逢节庆或其他喜事之日 苗族姑娘会全套盛装 配着满身光滑溢溢的银饰 欢歌敬舞 对于苗族人来说 银饰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多数苗族姑娘在成长过程中 不断得到祖辈们的馈赠 于是都有了可观的银饰 他们在节日时候的盛装 如果缺少了银 那将是极大的不完整 头饰上的蜻蜓 蝴蝶 那些薄如蝉翼的银片 颤动而发出的心疏声 胸前的项圈垂画的银铃二的叮当撞击声 是所有节庆必不可少的音乐 银饰啊 除了具有装饰功能以外 它还有抗军 硝烟 驱尸除鞋的功效 当然了 它还有一个作用 那就是鉴别毒物 现在我来请大家看一段电视剧 大家很熟悉 这是电视剧 铁齿铜牙纪晓兰当中的一个片段 贪官呢 为了谋害纪晓兰 就在给他送的这个鸡汤里下了毒 剧中啊 纪晓兰正是用碎银子 鉴别出这个鸡汤有毒 才没有被毒死 不知您注意没注意到啊 纪晓兰把这个碎银子 偷偷地丢进下了毒的鸡汤以后 瞬间 这鸡汤里啊 就冒起一层白沫 白色的银子就变成了黑色 这是怎么回事啊 原来啊 古时候使用的这个毒 主要就是P霜 也就是三氧化二参 这是一种剧毒物质 人们很早就对其特性有所了解 不过这个银子的化学性质比较稳定 它是不会与三氧化二参发生化学反应的 那么银子遇到P霜 它为什么会变黑呢 这是因为啊 在古代生产技术比较落后 提炼出来的P霜呢 它纯度较差 所以里面往往会含有少量的硫或者硫化物 银呢 在遇到硫或者硫化物的时候 就会变成黑色的硫化银 而硫和身往往又是半生关系 所以用这种方式就可以间接地证明 P霜的存在 所以说古代用银器建毒的做法呀 应该说还是具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 苗族人佩戴银饰的传统由来已久 特别是明清时期盛极一时 他们在迁徙过程当中啊 发现了银饰能鉴别毒物的功能 由于来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当中 什么都不熟悉 什么都不敢胡吃乱喝 因为一不小心 万一吃了有毒的东西就会丧命 因此当不能确定这个食物是否有毒的时候 便取下随身携带的各种银饰啊 一饰便知 就这样呢 原本主要用于装扮而佩戴的银饰 它又有了一个新的使命 正因如此啊 便有了对银饰的大量的需求 因此苗族也就诞生了许多 打造银饰的能工巧匠 苗族人爱银饰 也擅长打银 38岁的银匠龙泽寿 抒起苗族人的传统发迹 开始了清晨的忙碌 龙泽寿的银饰工房 就在自家的吊脚楼底下 龙银 锤打 拉丝 汉街 四个小时之后 一件具有苗族特色的饰品 接近完成 龙泽寿的手艺源自祖传 他所在的空外村 就曾经是远近闻名的银匠村 银矿资源在我国分布广泛 从银矿储量分布图上不难看出 空白银匠村并非是银矿产区 不是银矿储量区 空白为何能成为著名的银匠呢 当地人加工银饰所需的原料 又来自于哪里 龙泽寿说 空白村目前有二百多户苗家人 四百多年前 他们从荣江迁徙至此 南来北往的贸易交流 使得这里的经济一度非常繁荣 参与交易的货品中不乏大量的银匠原料 对银制品情有独钟的苗族人 借此积累了大量打造银匠的原材料 再加上空白村的银匠众多 于是空白村就成为著名的银匠村 从平原到长江 从长江到西南山区 苗族祖先一路艰辛坎坷 不畏艰难险阻 在恶劣的环境中 开创出一片属于自己的美丽家园 不论是克服独虫猛兽的困扰 还是建造极富特色的吊脚楼 生活于湘西大山深处的苗族人 都展现出了极具智慧的创造力 和强大的生命力 曾有专家对苗族 以及其他少数民族 上刀山下火海的表演 做过深入的研究 他们发现 但凡上得了刀山的那些人 他们的脚底下 其实早已经磨出了厚厚的一层茧子 再加上他们的动作沉稳 能够很好地控制脚底 与刀刃接触的力度 所以脚就不容易被割破 那么这个下火海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那是因为他们巧妙地 掌握了脚底过火的时间和速度 一个个伸手敏捷 使这个脚与火的接触时间很短很短 脚底的温度还没有达到伤害皮肤的程度 双脚就迅速地脱离了火的炙烤 虽然掌握了这些技巧之后 并不会发生危险 但是敢于上刀山下火海的人 就是人们心目当中的英雄 是人们眼中最勇敢的人 苗族勇士上刀山下火海 苗族姑娘一身盛装再歌再舞 山间一块块衣衫开垦的梯田 古地一座座悬空而起的吊脚楼 构成了美丽动人的田园生活的画卷 迷一般的苗寨 依然令当今的人们产生出无限的遐想 和许许多多的好奇 好了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地理中国 我是老陈 下次节目我们再会